我找到了华为的人工客服 这边这边这边 这个是我昨天刷Facebook的时候刷到的 App Gallery Assistant Sophia 他叫做 Sophia 这个名字很熟 因为这是我朋友的名字 那什么是华为的人工客服呢 它就是解答你任何关于华为的问题的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决定拍一集 达兰萨本满兜兜 所以我们要把内心全部问题问完它 把全部问题发泄出来 这边就写 它任何关于HMS的问题 任何都可以回答 让它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一天 然后这边有一个WhatsApp number 我们点进去 开心 OK 他就会跳转去 这个叫做华为Sophia的account 打哈喽去 诶 看他急久回复哦 spam他 spam他 回了回了回了 可是他回我英文 你会说中文吗 正常来讲他应该是要多国语言 诶 我们是对人家要求太高 没有诶 他的那个广告上面都写 他会中文英文跟马来文 诶 他这样子很像那种scam诶 还要回复同意 同意 我们现在先问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每个人都想知道的 拿到华为手机之后 怎样 download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OK OK 可以知道您使用的手机型号吗 华为有没有access 2 它是不是set到 买了access 2都不会用Facebook Instagram 这个人下属耶 很长诶 目前Facebook Instagram应用都可以通过华为应用市场搜索 并下载 就是说Facebook Instagram可以通过华为AppGallery搜索 并下载到 我还有下一道题呢 华为没有了GMS可以玩到什么game 决不决 你们是这样知道啊 这个是什么回复 建议您可以打开AppGallery查看 选择游戏的分类里面会有相关推荐 OK我知道 游戏太多了 他不要一个个讲 所以他就叫我直接去AppGallery里面讨论 第3个问题 华为能用Google App吗 他这边是讲 可以知道你要用什么应用吗 Google应用的种类很多 OK我们现在就讲一个 我要用Google Drive 啊 到我一步是 Google Drive目前无法在此设备上运行 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享受这个功能 比如说你有手机的华为Cloud 或者是强烈建议你用华为Cloud来储存你的数据 就是说目前Google Drive在华为设备上面是没有办法Upload的 但是只可以Download 如果你要UploadFall的话 你就可以用华为Cloud来做 我喜欢他的谈帅 哎 最后一题 YouTube Ones没有了 现在有什么替代的Apps吗 因为YouTube Ones 大家只要下架了啦 但是这个Apps可能很好用 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他到底还有什么很香的App 然后又不用给钱的 诶 来了哦 他讲YouTube Ones应用已经被开发者停了 建议你用AppGathering里面的YT应用程序 它可以提供类似的体验 然后也是没有广告的 让我们可以去Download YT 诶 它logo都跟YouTube Ones很像诶 一模一样 install 哦 它就是Download了这个YT了 之后YT Automatic把你Download YouTube Ones 所以里面还是以前的那个YouTube Ones来的 看看有没有广告 好 今天的有问有答就在这边啦 我们大概就问了七个问题啦 但是因为那个客服回答真的太慢了 我的本来 所以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另外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很多人其实不敢买华为 就是因为AppGallery嘛 但是这边要科普一下就是 AppGallery其实是目前第三大的应用渠道 前面两个就是你们懂的 就是Apple App Store跟Google Play Store啦 那AppGallery比起两年前真的进入很多了啦 很多Apps都可以下载到 Google相关的Apps也可以直接在JuicePay上面用到 大家很烦恼的FoodPanda的MacD 也是可以直接用QuickApp 然后你直接点下去就可以order到 然后YouTube也是可以用QuickApp 但是如果你不要的话也可以用刚刚 Sophia客服提到的那个YT 它就是以前的YouTube Ones啦 它就没有广告 视频了又可以继续听 就好像YouTube Premium 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来的 其他App比如说它选过TikTok Line Twitter Lalamove 这些全部都可以下载到啦 也没有大说的那么难用啦 但是如果你们还是有问题 是关于AppGallery啊 关于手机上面的 你们都可以问这个Sophia 它真的是 Hamblang 什么鬼都可以问它 看它会不会回答到你啦 怎样都好过你们还要特地出门啊 或者是特地去那种体验店去问咯 而且面对面咯 你去问咯 人家搞不过还会笑你 如果是WhatsApp问 见不到样子的话 你问很尴尬的问题 你都不会觉得尴尬 建议你们去试一下 一定程度上面呢 是可以帮到你们的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